大家好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文人正事 我是主持人蔡治平 我們的節目呢 其實常常會提到說 在臺灣這塊土地上 那今天我們要跟各位訪談的貴賓 以及他所帶來的紀錄片 毫無疑問 非常重要的一個開場白 一定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 曾經發生過的一段歷史 而這段歷史又因為 臺灣的整個政治的一個形式的轉換 那麼曾經讓這一群人有家歸不得 或者是他們回到了 他們自己的原來的故鄉日本 可是卻被稱為灣生 就臺灣出生的一群日本人灣生 那麼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後 今天我們訪談的這位貴賓 他努力的想要去還原這段歷史 去描述這段歷史 所以他拍出了一支紀錄片 叫灣生回家 對於這群灣生來說 他們的回家之路呢 非常的漫長 有的幾乎跨到50年以上 但是對於製作這支紀錄片的 田中石家小姐來說 他也沒想到這條路 也走得非常的漫長 因為竟然就走了14年 才拍成了這支紀錄片 到底怎麼回事呢 我們先來看一段相關的影片 回來我們來介紹 《灣生回家》的出品人 還有《灣生回家》這本書的作者 田中石家小姐來現場跟大家談一談 這14年來他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灣生回家》這本書的作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你好 你們是哪裡來的? 日本來的 他的以前的... 因為他是出生在這裡的 所以他想要找他以前的朋友 名字叫KARAO 名字叫KARAO KARAO 我就不知道 KAR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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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沒有人 他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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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謝謝 謝謝 在北方農場 我生在阿斯科生 我長大了,18歲 所以我一直在這裡遊玩 現在呢? 現在是日本 女人 80... 80歲 還在這裡嗎 這個嗎 這個 謝謝 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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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母 祖父母初めまして こんにちは 我是新郎 今天我和爺爺 我和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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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 祖父母 我和爺爺 我和爺爺爺 我和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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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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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今天去告訴她 找到他媽媽的墓的時候 而且她的反應告訴我 她到現在 她的人生 她的所謂意識 都快要脫離這個世界的時候 她到現在都 還是很念念不忘她媽媽的事情 阿媽, Psychology 你看好嗎 阿威哥幫你看好嗎 看好 還是你不要回日本看你老婆 啊 別吧 你先不要回家看你老婆 什麼 怎麼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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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年賀状貰的後來 死了後一天 生日時老婆 心裡不在一起 你現在是生日日 他在野家裡 還要生日日日 他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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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好嗎 他媽媽 你們有個小孩子 你們這麼做 以前你老婆住在家裡 對啊 可能老婆又靠我又不敢 你知道我沒有跟他說還不行 你給他問 你給他問他要不要去啦 不要去啦 你現在就在家裡 他都好好帶他去 有車窗戶 要不要去 你們都在錢你 有車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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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車窗戶 有車窗戶 有車窗戶 都在飛車窗戶 就在飛車窗戶 這届窗戶 這届窗戶 我去那邊的圖 那邊的圖 那邊的圖 可是這個都是新圖了嗎 說實在話 下雨沒關係 不管下多多大 我就是要來看阿嬤 嬉悲 好 好 什麼 玩得 玩得 這是什麼 日本 一番好 不太 好 好 很 很 很 好 好 我去做了一件事 所以,我去做了好处的地方 我去做自our的地方 我去做了一件事 我在日本里面 我去做了很多地方 但我去做了台湾 我去做了台湾 我去想想想 我去做了 好 各位剛才看到的是 我們整理出來的 大概七分鐘的片段 因為這部紀錄片 我已經看過了一個 完整的試片 非常非常的感人 再加上一年多前 我們曾經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訪論過田中石家小姐 談當時她先出了 《萬生回家》這本書 然後在一年多以後 我看了這支完整的紀錄片 一百一十分鐘 那我只能說在現場 我們看完之後的現場 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眼眶 情著淚 毫無疑問 這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 我們現在就要介紹 這個《萬生回家》 這支紀錄片的出品人 也是《萬生回家》這本書的作者 田中石家小姐在我們的現場 哈囉 你好 大家好 我是田中石家 好快 當時訪問你書一年多 我記得那時候你就說 其實紀錄片在完成的後段了 那你希望能夠儘快地趕出來 可是我記得那個時候講 是講年底年底 年底或者是三月 對 但是沒想到差不多 差不多在這個時程是晚後 還是延了一點點 延了七個月 延了七個月 不過畢竟最早的時候的構想來看的話 已經是十四年了 對 你當初十四年前想的時候 一定沒想到說 一支紀錄片要拍到七千多萬 要搞到十四年的時間 我想你剛開始想的時候 一定沒想過 其實一開始並沒有打算要拍紀錄片 前面的九年呢 是單純的就是帶他們回來 完成心願 然後領出生戶籍藤本 那找小孩的找小孩 然後呢 找親人找親人 單純就是這樣子 那五年前是因為呢 幾個奶奶 因為帶他們回來的時候 就像異計好了 那或者是行動不方便的 那每次推他們回來呢 就是呢 有很多過程很艱辛 忘記把他們記下來 可是呢 最後呢 有幾個奶奶 當我想記的時候 他們都是因為那個時間來不及 所以五年前才決定 一然決然要拍這個紀錄片 可是呢 在當我告訴人家 完生的時候呢 其實連劇組的人 我找他們要拍的人 完全大家都不知道 什麼叫完生 那我想說 那我已經做了十二年的 那個筆記了 然後十二年的 對 我就乾脆先出一本書好了 我就乾脆先出一本書 告訴人家什麼叫完生 好我們再解釋一下 因為既然田中石家 就再度提到了 完生回家 我們再跟各位 很快速的稍微說明一下 在一八九五年 當然大家都知道 是馬關條約之後呢 臺灣割讓給了日本 然後一九四五年呢 日本戰敗 然後一九四六年呢 就結束了日治 那差不多當時有四十七萬的 這個日本人就分批的 用日文來講叫隱陽 就是他們回到 前返就回到了日本 那這群人 因為他們有很多人 他們出生在台灣 所以回到日本以後呢 日本人就稱他為 灣生 大概故事就是這樣一個 來龍去脈 簡單的講 好 但我現在回來請教 田中小姐 在灣生是日文的翻成中文 對 那日文他怎麼講 灣生 就直接 就直接是 英就很接近了 對 他的意思就是在台灣出生的 台灣出生的日本小孩 好 那這個這句詞在日本社會有沒有貶義 或者是有沒有不敬意 還是說純粹只是一個中性的描述 其實對他們而言 就像灣生回去呢 他們呢 包含那時候回去的移民呢 都被稱為戰敗遣頌者 那其實灣生呢 他本身呢就有一個親世的名詞在了 對 那其實呢 內地 其實當時的內地人呢 他們的知識是比較高的 好 這支紀錄片的最感人的地方就是田中石家小姐呢 用了非常長的時間 然後跟他們成了朋友 慢慢慢慢地讓他們面對鏡頭 願意說出自己灣生的故事 這是這支紀錄片最好看的地方 14年的時間花了7000多萬 拍一支紀錄片 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超乎想像的負擔 何況他原來根本沒想到會走到這麼長的路 所以回過頭來 我來想每次回顧這個事情 你應該不只一次都會自己就哽咽起來了吧 因為這路畢竟真的是很長 十四年的路 十四年的路可以讓一個出生的寶寶已經念到國中了 對不對 國中都快要畢業了 對 那十四年的時間 催生出一支紀錄片 一本書 這真的是非常艱苦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記得去那一年 一年多前 我們訪問你的時候 也提到當時為了要籌那些錢 你把自己的房子都給壓下去了 那當然現在在這個十月十六號 這支灣生回家 就要正式地在全臺灣的院線上片了 那十月十六號對你來說 這一定是更大的一個考驗 雖然說對你完成了 到底這個社會 大家都說拍得很好 但是用什麼方式來回饋 回報說你花這麼多的心思 同時也來對那些灣生回家的紀錄片裡面 那些長者給予一個最高的一個致敬 好 所以我還是要問了 現在再跟我們那樣談談談 會不會談談 眼眶又開始 又開始忍不住了 我想這不只是辛苦 也是想到那些人 陪著你走過這麼多路的那些灣生的後代 包括灣生當事人 其實紀錄片從剪接 然後到修片 然後到那天上映 是第三十五次看 那我想說我應該不會哭 可是其實每次試騙 我還是都會掉眼淚 那那天會突然 哭得很慘的原因 一個應該是 自己終於做完了 突然放鬆了 整個人鬆了 那另外一個是 可能在大家看到的是 因為被感動而掉眼淚 可是讓我看到的 好像就是一個膠捲 一直往後飛過去 那那個膠捲是每一個 一個來不及拍的 一個拍到一半的 一個說好要回來看紀錄片 可是來不及的 就好像一幕一幕從我的腦海中 這樣子飄 往後飄 那那種感覺呢 當然還是會不捨 不捨自己的 怎麼能力這麼糟糕 說好要拍她 說好要帶她回來 可是這個人又失信了 這個也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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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天呢 其實心情是無味雜成的 尤其是當看到 清水奶奶的那個 就是她的遺照的時候呢 哇那時候就 每次看到那邊會 會沒有辦法自己是 原本呢 我們2012年呢 其實那是她人生 最後一次回來 那在片尾曲的那一個 我的法已昌 不已盡 最後一滴淚 念故鄉 我是由她的感受 然後呢 來寫這一段歌詞的 那那時候她回來的時候 其實最後一天回去的時候 大家在說再見 她都沒有說再見 她是永遠嘴巴裡面的 重複的那句話是 我還能回來嗎 我還能回來嗎 那那時候呢 我想說應該拍個兩年 應該就可以完成了 沒有想到 啪 五年 那那時候我就是 我就是握著她的手說 你要好好的 你要健健康康的 我趕快把紀錄片拍完 我一定會帶你回來 就像現在這樣握著手 陪你一起看紀錄片 對 那隔天她看到 隔年呢 我幫她做了一個模型 她看到模型 那時候她好像很多事情 都想起來了 因為其實拍她那兩年呢 每次都是必須要 陪她一起看照片 然後呢 幫她慢慢地恢復 回到那個場景 對對對 那每次呢 她都說 阿嬤 我趕快樂 趕快樂 她說我想起來我想起來 那你問她說 阿嬤你想起來什麼 她就忘記了呢 然後你又要陪她看兩個小時之後 她又想 我記起來 我記起來 可是每次問她 她說你記起來什麼 她都說忘記了呢 那時候她幾歲 那時候是97歲 對 我相信很多朋友 會更想了解 這些很多的 灣生的這些長者 他們生命中有遺憾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即使他們回到 這塊土地上來看了 回到花蓮 回到他們的 以前住過的地方 他們內心中 那些缺憾有被彌補嗎 其實套一句 那個傅勇先生 傅勇爺爺說的 他想抓住他人生的尾巴 只要有時間 可以去彌補去填補 哪怕就是呢 就是那個機會很微妙 他都想要去把他抓住 因為呢 就像他是一個人獨居 那十幾年了 所以對他而言 其實每一次的回臺灣 都有可能是最後一次 而且呢 像獨居的老人家呢 他們要出來是很不方便 又加上他的腳 是非常 他拍他這兩年多呢 其實呢 通常他只能走十幾分鐘 我們輪椅就要過來了 那其實拍好幾個老人家 都是這樣 比如說裡面 就一小段一小段的拍 對對對 拍三十分鐘 他可能要休息一個多小時 他就會開始喘 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 對他們來說呢 就像 曾經訪問他們的 徐田姐妹說的 臺灣是故鄉 只要可以回去 都想回去 那那個回去呢 就可以填補他們之前 所意識的 即便回來那一次呢 是沒有什麼收穫 但是呢 那種感覺就是好像 在踏上這塊 出生的土地呢 就可以彌補他們 曾經的遺憾了 在這紀錄片裡面 也有一段 也會讓大家 非常的驚訝 那就是我們的 互證資料的保存 竟然還可以這樣子 翻箱倒櫃的 能夠拉回到當時 那是一個非常 混亂的年代 對不對 戰爭結束 然後新的 國民政府來到臺灣 政權的轉換 那整個社會的 其實還是在 動盪不安之中 我看到他們拿到 那些資料的時候 那種表情 每一個老先生 或老太太 看到自己當時的 那麼多年前的證明 說他在這裡出生的時候 那是個很強烈的感受 我都很難講出 我自己的感覺了 但是我只能覺得 那一定是一個 激動不已的 難以平息的 那個畫面了 就像那個裡面的家昌 他就說 他看到的時候 他哭了最久 那他當場 他在現場他說 我終於在我人生的 第83年 我把我人生遺失的那一塊 填補了起來 我終於在我人生的第83年 我回到我當初出生的地方 看到那個日治時代 那個戶籍藤本上面寫著 爺爺奶奶 爸爸媽媽在這裡的經過 就好像我用另外一個模式 在原本的地方 再次跟他們重逢了 我終於在我人生的第83年 我把我人生的美好完整了 所以呢 其實只是這樣子的幾張紙 那我也很謝謝台灣 把這些東西呢 可以保存得這麼完整 然後讓他們回來呢 還能夠彌補上 他們人生最大的那個遺憾 就是出生證 那那個出生戶籍藤本呢 已經可以頂替了 他們人生的那個 就是沒有辦法 在台灣取得的那個出生證了 很多人會認為說 很奇特 他們畢竟是日本人 他們只不過在台灣出生 那有一些大概就待到了十幾歲 然後就回去了 就為什麼會感情這麼樣的深刻 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 最後就發現到 那個讓你出生 在那裡服育你青少年的 那段歲月的土地 它就是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就像個媽媽母親一樣 對不對 可以這樣說嗎 應該算是 那個溫暖吧 溫度 母親的那個溫度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呢 其實那一年的隱陽 對他們來說 大部分是第一次回到日本 對 那其實呢 他們在 他們出生到 他們要離開之前 他們在台灣 其實生活是 很順遂的 那是很 很祥和的 那什麼都 什麼物資都有 可是呢 他們在台灣的印象是 日本什麼都好 而且日本 應該是比台灣還要進步 可是呢 因為二戰的時候呢 日本整個 他回去的時候 是一個戰敗人 對 發現日本居然比台灣 還要糟糕 還要可怕 而且呢 還要貧窮 而且他們回去呢 又被稱為 戰敗遣送者 那其實很多人 回去是沒有家 也沒有錢的 所以比起 他們在台灣的人生呢 其實是天然之別的 就好像富永勝 回去為了生活 對 為了生活 然後呢 他就只好 走進黑社會 對 那走進黑社會之後呢 又因為 裡面實在太害怕了 所以 三天後 又 趁著暗夜逃跑 對 那其實呢 我覺得這紀錄片呢 另外一個就是呢 我在拍這紀錄片 還有帶他們回來 同時 其實我也在學習人生 我說 雖然說 這四四年 我可能失去的是 一個女生的青春 然後呢 到現在還是 還是一個人 那可是呢 我得到的是 滿滿的人生學習 因為 就好像裡面的松本先生 其實他回去 他一直在換學校 因為沒有家 然後呢 在學校常被老師 還有學生排擠 同學排擠 所以呢 又要轉學了 一直在轉學 一直在投靠親戚朋友 所以 他把這一個呢 被人家排擠 還有就是說 被 一直轉學 這一段過程呢 他淡化成 他因為他太悠閒了 longbilly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一個笑話 然後把他轉帶過去 其實在 劇中呢 不是只有眼淚 還有很多很多的笑聲 可是呢 從我們在 我們看完這些 然後歡笑之餘呢 在大笑之餘 我們看見了 一群人在逆風中前行的 那個勇敢 那我想這個紀錄片 另外要給大家的是 勇敢 很勇敢 那句話說得真好 逆風中前行 那讓我們看到了 歲月悠悠 這一群外生 回了到日本以後 其實也是非常辛苦的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 努力的 努力的生活 跟他們心中 一直有一個懸念 就是 回到他們出生的 台灣 從某個角度來說 就像紀錄片裡面 到最後他們講的 他們也是台灣人了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在台灣 這塊土地出生 成長 度過最溫暖 快樂的歲月 他們就是台灣人了 好 什麼樣的一種使命感 可以讓一個年輕的女孩 投入14年的時間 然後呢 不敢講請家蕩產 不過至少 是把她的房子 僅有的房子 都拿出來抵押了 然後呢 愁這個拍攝的資金 什麼樣子一種 生命的感受 讓她對這些 灣生的長者們 有一個非常切身的體會呢 好 我們回來 再繼續請教 天宗世家小姐 其實這十幾年 我覺得你剛才講得很好 你自己也改變很多 對不對 就透過這樣子的拍攝 包括對生命 對自己 都有一個全新的 一個認識跟體驗 那現在終於 像你剛剛說的 喘一口氣了 鬆下來了 回頭再想一想 如果沒有這十幾年的話 你現在 你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你 應該就是 快快樂樂的 過日子的一個女生 可能就是在西方國家 然後繼續畫圖 賣畫 然後繼續旅行 然後享受美食這樣子 可是呢 與其呢 就是比較下來呢 雖然說拍紀錄片這五年 是非常煎熬的 那也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淚 那房子也賣了 那也被就是呢 重傷造謠 這些所有的人言可畏 還有很多的疑問 都在我身上出現過了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而且也是一個福氣 老天爺給我一個福氣 讓我去考驗人生 然後轉換我的人生 當拿了上百萬的名牌包 去二手店賣 然後呢 只剩下四十八萬回來 那種感覺說 哇 我以前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對 所以呢 那時候當下覺得 女人不一定要名牌 Prada 還有 還有相來的 可是一定要穿得上一件衣服 整個價值觀都變 對 叫做自我自行 對 我想 所以呢 之後呢 人家問我說 你這東西哪裡買的 什麼什麼 我說這叫田中牌 對 那我覺得 蠻不錯的是這 尤其是拍片的這五年裡面呢 很多的人生價值觀 都改變了 而且 反而呢 會去回頭去想 家人曾經告訴我的很多話 那就好像 曾經也有人 我覺得人常常會忘記那個源頭 所以我會告訴自己 我的初衷是什麼 我當初的初衷 就是要把這件事情做完 那就不要去想其他事了 就是專心的把它做完 做好 即便當初跟他們約定的人已經不在了 我還是要把它做完做好 所以很多人說 你現在很開心 然後也不會去care 也不會去想未來的票房怎麼樣 其實呢 因為你已經放下了 而且你只是要把這件事情做完做好而已 而且其實當初呢 很多人說自己紀錄片是沒有辦法上戲院 而且呢 會的聽數會很少 所以那時候呢 我只告訴自己還有工作人員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我們自己現在要用心吧 所以呢 那時候我們就在募資平台 其實募資平台 我們的預售票只是 就是除了募款之外 其實它的盈餘不多 很多的東西成本cover完之後 其實沒有什麼盈餘 但是我們要告訴戲院 有很多人在等待這個紀錄片 給我們戲院吧 所以在募資平台上的反應是很熱烈的 現在是好像聽說是又破了紀錄了 這我是完全可以跟大家在一個 看過世片的人的 還有之前讀過田中石家小姐這本 萬聖回家這本書的雙重的身份 來跟各位掛佈景 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紀錄片 那回頭來想一想 我剛剛為什麼問到說 他也改變了你 因為我們看了一些相關的 媒體的報導裡面 你好像自己也說了 當你看到這個封堅先生 跟阿美竹的巴奈小姐 他們六十年的等待 再度相逢的時候 你仿佛也自己有很大的一個體會 那這就牽涉到你自己一段生命的歷程 你的過世的男友 那你覺得這在替他圓夢 其實我覺得 我常說人生總有遺憾 可以阻止遺憾 彌補遺憾 那做就對了 那就值得了 那其實呢 他的車禍來得太突然 所以很多心情是沒有辦法去彌補的 那當封堅先生跟巴奈小姐呢 他們在尋找彼此六十年後 還能夠那個重逢 不就是再給一次天中石家跟哲雲良師的再次重逢嗎 那其實呢 在車禍之前我們爭吵 然後我也說著要分手什麼之類的 對 那他也是為了要趕那個相聚 然後意外的車禍 那其實呢 在幫親子 親子呢 一直在他心中呢 他是被遺棄在台灣的小孩 可是呢 幫他尋找了十一個月之後的骨灰 然後帶他們去了岡山戶城 然後那個當下才知道說 親子他沒有被遺棄在台灣 天三千歲這一輩子都在找他女兒 那個非常感人 對 那一個解釋 再一次的解釋 不是又給我一次機會 對著天使 這元娘是說 我沒有生氣了 我們和好 你回來好嗎 雖然說這已經是沒有 沒有辦法再彌補的遺憾 可是呢 當每一個一個遺憾被彌補的時候 那不也是給我一個彌補的機會嗎 對 所以我想 我會做 我願意 我常套一句田中英在說的話 是甘願 再為難都不為難的 那既然做這件事情是心甘情願的 所以何不抱著快樂的心情去做這件事呢 所以其實呢 很多人說田中石家很辛苦 其實田中石家不辛苦 因為是自己決定的事情 自己選擇的事情 那就要做完做好 不只要做完還要做好 那很多人說 現在課綱上面呢 就是國中高中呢 也願意把那個就是 完生回家 納入補助教材 那其實呢 很多人說田中石家功勞很大 其實田中石家沒有功勞 我只是那個拋磚者 但是磚做好了 如果沒有行銷公司 沒有工作人員 沒有這些劇組的人 一起把這個磚弄得更完整的話 那更貴力的話 誰會來接納這塊磚呢 那其實真正可以讓萬生回家的故事呢 在台灣發酵 要繼續蔓延下去的真正的功勞者 應該是這塊土地 願意接納他們 繼續分享上去 然後呢 讓電影院呢 可以更久的發酵 就是大家進去支持這個紀錄片 那如果台灣的人 繼續把他們的故事傳出去 那其實呢 最近我也被灌了不少名詞 那該罵的也罵了 可是呢 真的嗎 還有有人會 有人還是從負面角度來罵你嗎 有網路上還是會有那種就是 嫩嫩嫩嫩嫩嫩 可是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 我笑了 我會說 原來這要代表萬生回家 他有發酵 所以我才會被罵 但是呢 其實我要想 我想說的是 這個紀錄片 還有萬生呢 它代表的呢 其實我們拍的 我們拍的這個紀錄片 沒有正直 沒有角度 沒有立場 單純的呢 就是呢 一個愛的故事 愛人愛自快土地的故事 那我們希望看 看這個紀錄片之後的人呢 可以在裡面找到 勇氣跟力量 還有生命的可貴 還有人生的珍惜 我覺得這些萬生 長者也有 性跟不性 有一些人 身體狀況 當然比較好 所以他一直可以保持到 接受你訪問的時候 甚至在這些年來 他還可以用直接的行動 多次來台灣 但也有一些看起來 是因為透過你的紀錄片 的安排 他們才有機會重新 搭上這條 跟台灣的回鄉之路 所以你自己應該也 很有大家感慨吧 同樣是萬生 不同人 不同的人 也有不同的命運 跟際遇 這個才是 我們有時候 我們常常講說 命運造化 有時候很難去預測的 一個最大的 這種不可測性吧 其實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你每次 帶完生回來 你要自己買單 那其實呢 在團體裡面呢 有一些是獨居 有一些是救助院 或者是養老院的 那如果只是幫 只是收有錢人的 費用的話 OK 我懂 那他們會覺得 為什麼他們沒有付 他們付 可是呢 如果呢 另外站在那些 就是救助院的 或是獨居的 或是養老院的 那他都付出來了 你再跟他說這個 會造成他的壓力 而且呢 如果萬一其他人 有話出來的話 他們心裡是會是負擔 所以 所以你全部都採用 就他們都不用付錢 對 所以就是 我有一切費用 由我來付的 這個原因 是因為 我希望他們回來 心情是 很自在 很自在的 他們只是回來 完成這個心願而已 那其實呢 我終於知道 媽媽常說的一句話 當你給予的 那個同時 其實你已經獲得了 所以呢 其實做這整件事來 我常說 其實這個紀錄片呢 未來會怎麼樣呢 只要一個 就是不要欠人家錢 不要欠人家錢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呢 即使呢 最後呢 是什麼都沒有 那個回家 應該也會是開心 跟安心的 那 那個 直接要回家呢 我常說 不問前程如何 但求結果無悔 可是我想 我已經得到了 因為太多 太多人跟我說 在他們的人生最後 或者是 在他們回來這一段 他告訴我 他沒有遺憾了 對 那就是一個 很大的獲得了 而且 現在台灣 又這麼多人支持 那我多有福氣 台灣現在這些 支持的反應 有沒有出乎你的意料 其實我完全都沒有 去設想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 就好像有人 有記者問我說 你有設想到 課綱 就是 完成回家 會變成是 補足教材嗎 我說 我也沒有想過 這件事情 我只有單純的 就是呢 我要把這件事情 做完 做好 這樣子 那最大的希望就是呢 十四號到十九號 他們回來 他們可以開開心心的 平安順利 這樣子 好 經過了十四年的時間 田中石家小姐呢 從一個完全不懂 紀錄片 視為何物的 一位女生 變成了現在呢 一個紀錄片的出品人 然後 她把她自己的 跟她生命有關係的 就是說 她就是完生的 後裔這件事情 把她抬到了 拉到了檯面上 替這群 萬聖們呢 寫了一段 歷史 用影像 來寫了這段歷史 也替我們台灣 這段歷史呢 做出了一段 紀錄 那就像她剛剛說的 也使得我們將來 在克剛的 歷史的克剛 這一塊呢 多了一個 補充的教材 而且是個活生生的 更感人的 有血有肉的一個教材 好 所以回過來 再跟你來聊了 真的不擔心 到時候這個片子 整個整個上了院線以後 最後結算下來 還是自己要背一屁股的債 還好現在負債不多 那表示各方的回應 各方的幫忙 有讓人 因為最近又賣了不少東西 真的恭喜你 真的 這都不是能預期的 我相信在一年多前 你接受我們的訪問的時候 在談書的時候 你心裡面還是七上八下 想到未來的票房 那一天其實當下 離開這裡是還在追錢 對 那現在的話呢 很多人很願意 比如說呢 昨天有人到家裡去採訪 那他們很想去我家 拍我的作品 我說牆上那幅畫呢 賣了一百萬 然後買的人 不好意思 又買了一萬 幫我刮起來 那那個畫架上面那一匹馬 現在壓在別人家裡 對 他說 等我有錢的時候 再去把馬帶回來 對 那其實上個禮拜呢 我也為了就是後面的 這些尾款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也另外拿了兩幅 不想賣的背影 那你自己的畫 對對對 所以還好 還有一隻手可以畫東西 然後呢 之前的鏟子還不錯 所以一直在買東西 還有東西可以賣 對 那也很謝謝 其實呢 我說呢 都是貴人 就好像今天來也是貴人 因為也是要把這件事情 傳播出去的 對 那其實呢 嗯 可完生回家可以成就 可以把它圓滿起來 可以出就是 可以做好 是很多很多的貴人相助的 不過話說回來 紀錄片這樣子拍下來 而且這樣一口氣 可以撐這麼久 五年多拍一支紀錄片 我在想你應該 未來會拍第二支跟第三支吧 現在並沒有這種想法 對 因為其實呢 對我而言 我只是要把這件事情做完的人 那至於以後呢 很多人問我說 是不是這紀錄片上映了 然後完成這檔事就結束了 那其實我說不是 那是另外一個開始 我想念之前的九年 沒有媒體採訪 沒有什麼 就是單純的 我跟他們回來 他們因為 完成心願的那個開心 然後那個感動掉眼淚 或者是這個過程的一些 比較好玩的事情 一起 一起歡笑 一起掉眼淚 那種 那個很自在的 回來完成心願的那個 才是我最喜歡的 那我也希望說 我還有能力去 繼續帶人家回來 我來想 說不定 這個紀錄片 我相信它能夠賣得相當好 而且還非常可能大賣 說不定有人就問你了 乾脆把它寫成一個劇本吧 我們來拍成一部 更好看的電影 你曉得我在看這個紀錄片的時候 我腦海中想了就是這個 因為那個大時代的場景 你看看那個畫面 那個田園的生活 鄉野中的台灣人 跟日本人的小孩子 在那邊玩耍 然後到了他們被影陽的時候 那個港口邊上的那種 等待 然後回到日本以後 他們的生活的困苦 艱難 這都是大時代的縮影 它是個非常好看的電影 就是如果說你用劇情片 來拍它的話 你曉得它有非常多 更可以發揮的地方 因為它就更沒有受到 當事人的年老衰老的限制 因為它可以用電影的角色 來做分配了 所以我都覺得說 它應該是一個 有更大的潛在的可能性 但是無論如何 回到我們的現場來看的話 重點還是你完成了這件事情 它本身之後就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我樂觀其辰 對啊 我真的覺得它有態度 有太多可能性 所以我才想 你自己的態度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因為你自己在這件事情 結束以後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還有沒有可能在像你剛剛講說的花若盛開 蝴蝶自來 那那些來的蝴蝶會在哪裡呢 會往哪裡 會帶來什麼樣的新的訊息呢 這背後就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就好像我說的 完生的故事是我這一輩子都講不完的 即便現在在講的同時呢 還有很多個在上映中 就好像書中的那個三棋袖子 對 那其實呢 現在目前還有另外一個基隆的三棋袖子 在等待他的慰恆夫跟他見面 所以呢 其實呢 在在在紀錄片 即便紀錄片上映之後呢 我想還有很多台日的 那個不會因為時間空間所割捨的那份案 依然還會再繼續 一個一段一段沒看見 那未來會有多大的發酵的話呢 我樂觀其成 那如果有人願意拍的話 我也很願意繼續協助 對 但是呢 我常說40歲前可以跌倒 可以冒險 現在40歲了 然後呢 體力應該也有限了 而且真的不要再來 一直貧窮到沒飯吃的那種感覺 最艱困的時候幾乎是這樣是不是 對對對 甚至連自己都不敢照鏡子啊 就覺得你怎麼 田中之間變成狼狽 這麼醜 這麼黑 那個階段是在什麼時候 大概在2012年左右 2013年這兩年是最辛苦的 那 但是也挺過來了 那段時間有沒有曾經幾乎要放棄 其實曾經做過一件殺死啦 對 但是呢 這是一件不應該做的事情 可是呢當那就是2012年的11月29號 那時候真的是怎麼會帶去花蓮的錢一下子就沒有了 那後面很多的人言可畏 還有很多的疑問 那可能是因為在這之前的人生沒有遇見過 所以回到台北 就覺得自己殺死了 就殺了自己 對 可是呢當那個當下就是搶救回來 喉嚨壞掉了 那沒有辦法發生的同時呢 我回去就用毛筆 我在家裡的桌子呢 都會那個捲軸都會隨時放著 毛筆不會洗 對那我就寫 如果人生最無奈是死亡 那既然活著又有什麼好怕的去他媽的耀眼 所以呢也是因為那股氣呢 讓我呢隔天去找那個就是仲介 說我要賣掉我的房子 然後呢才又拿著錢 把第二個team 就是現在拍紀錄片 整個組起來 然後全力去拍 對 那其實呢 就像昨天他們去我家看到一張紙上面 如果那天寫的尊嚴比較多 就是那天受創比較大 那我常還 我原來很謝謝家裡的教育 田中英帶告訴我一件事情 一句話 他說記住你的 你的精神良識是尊嚴 永遠不要被看不起 所以呢我如果沒有把這件事情做完 我才是沒尊嚴 所以呢當自己挫敗的時候呢 我就是呢會用毛筆寫尊嚴尊嚴尊嚴這樣子 那當紀錄片做好 可是呢微款 怎麼會一直在操支一直在操支 那那個情況下呢 我就是寫了一句話 行到水窮處做開運氣 對 那就是怎麼樣也要先自己做好吧 對這些彎生來講 在節目的最後 對這些彎生朋友來講 你會想說什麼呢 我要謝謝他們相信我 把他們的故事 但是我也是因為這個疫劑那時候去世了 然後呢又加上就是也是因為這個疫劑 另外一個會把房子賣掉 然後全新投入來拍的原因是因為他好不容易讓我拍了 可是我的經費卻不足 所以沒有沒有搶拍到 沒有搶拍到 因為他吃過餐的時候他的屍體已經是冰冷的 對 那其實在2012年的10月的時候 那時候他生病 那我跟他說我會帶你回到北投 就是那個加山現在的北投文物館 他媽媽是裡面的那個藝劑 那他曾經在那邊就是裡面的小童工 那他回去的時候他說他看著這些藝劑呢 到最後因為沒有辦法表演 那年老了或什麼最後就變成左腹變成陪酒變成陪睡的 他發誓這是他永遠不要的人生 可是呢回去的時候他是他媽媽在這裡 就是二戰的時候病死了 所以他跟著其他的藝劑回到日本 那他回去之後呢 一個14歲的女孩子回去那邊沒有家人 然後沒有親人 只能跟著這些藝劑繼續到北投 就是騙三千歲這些人 所以他說他最後呢踏上二戰 他這輩子發誓絕對不要的人生 對他當了藝劑 當了左腹 然後當了陪酒的小姐 其實他的故事我覺得也就是一個大時代裡面很動人的故事 就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 你說他怎麼辦 他沒有親人也沒有大人可以照顧他 他最後還是走到 我覺得你最後那句話講得非常沉重 他最後還是走到他最不願意走的路 那這個醫生的故事我覺得 但非常可惜沒有拍到他 至少在影像的畫面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講他的故事 所以就是在書中有他的紀錄 其實我永遠記得就是 我那時候跟他說 我會帶他跟其他的晚生一起回來的那一段 他的直接反應是他在整理他的衣靈 然後一直用他的頭髮 然後他重複說著說 以我這樣的身份我可以跟他們一起回去嗎 以我這樣的身份我可以跟他們一起回去嗎 我告訴他說你是最勇敢 最尊貴的 然後呢的藝劑 我會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亮 跟著他們一起回去 你也是晚生 他走的時候幾歲 他走的時候只有76歲 他算年輕的 對 就像偏三千歲走的時候是七十 他走的時候是七十二 那偏三千歲是七十六歲 其實我認識的這些藝劑 可能他們回去年老的 就好像那個偏三千歲 他去世是大樓管理員幫他處理骨灰的 直到二十七年後 就是我們幫他找到骨灰 他的家人才第一次幫他找股 做股 做法會 那其實高橋呢 他最後也是就住院的人幫他處理骨灰 那直到呢 就是自己終於有一點錢的時候呢 才去幫他做法會 對 因為你剛剛講這個時間的背景 剛好在二零一月而已 其實也是你在拍攝這個 完成這個心願的過程裡面 最艱困的時候嘛 對你個人來說也是最艱困的時候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紀錄片完成了 書又重新用新的版本 再出版了 我覺得有這個文字 有這個影像 這個萬生回家的夢 在二零一五年 到了一個段落 那接下來的就像你說的 就是既然已經繁花盛開了 就讓給所有的朋友 當那隻蝴蝶 當那一群蝴蝶吧 我們一起來看看 田中世家在二零一五年 他的萬生回家 如何能夠感動更多的人 影響更多的人 對重新去認識這段歷史 今天非常高興 有機會在一年多之後 再度的訪問你 而且是非常清楚的看到你自己 因為完成這些紀錄片 自己本身有很大的蛻變 跟不同的反省 非常謝謝你 謝謝 謝謝大家 還是有句老話 接下來的就交給所有的觀眾了 讓他們來面對這一支紀錄片 帶給他們的衝擊 感謝田中世家小姐 也祝福你 也謝謝所有的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集團結時間再見 好嗎 支持我們下集團